美國發動晶片大戰 限制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 不但禁止美氣輸出人才和設備 更找來日本和荷蘭兩位盟友助陣 美國政府在27號與日本和荷蘭兩國達成協議 追隨美國在2022年10月頒布的禁令 限制高階晶片製造設備出口給中國 加入管制的企業包含荷蘭 艾斯摩爾 日本尼康東京威力科創 目的要阻止中國生產高階晶片 一起 working on how to keep a free and open Indo Pacific and quite frankly meet the challenges of China 荷蘭媒體指出全球晶片產業的結構 由美國設計 台灣與南韓製造 荷蘭和日本掌握關鍵設備 如今美日和三國達成抗中協議 不只象征拜登的外交勝利 也等于降下戏幕 开启一场新的晶片冷战 即使加入美国的抗中阵线 荷兰大厂艾斯摩尔公布的财报 却显示2022年净利56亿欧元 比前一年减少了4.4% 执行长也警告 中国会积极寻找替代供应商 甚至最后可能自己成功开发晶片 散离新闻时听闻报道